想不到在香港訂的Apple Watch 不到一天就寄到台灣 香港可以算是台灣朋友訂購蘋果產品的首選地方 不只便宜免稅 而且寄來台灣又不容易卡關 不到半天就寄到了 我們現在來直接開箱 這是一個運動版的Apple Watch 所以包裝是長條型的 其他兩個版本都是正方型包裝 運動版Apple Watch 和iPhone 6一樣 採用全白包裝 然後表面Watch字樣 採浮雕設計 這是一款 白色運動版 42厘米的Apple Watch 從這個小翅膀拉起來 配件包 彩色版說明書 英文呢 也有中文說明書 總共有附三個表帶 然後可以組出兩種長度組合 香港版附的電源頭 是新版的 在台灣不能用四星版的摺疊式的 充電線 運動版Apple Watch 充電線 是白色 材質 和其他兩個版本不一樣 不是電鍍的 長度有兩公尺 一般iPhone 4的線只有一公尺 我們現在來打開Apple Watch 它側面有個綠色小箭頭 等下從這邊撕開就可以了 這個 白色的材質有點像是 早期塑膠版的MacBook 融面的 運動版的手錶 它已經幫你組裝好了 它已經幫你組裝好了 運動版的手錶 上面有 如何配戴的說明 表面觸感非常好 除了手錶和保護外 它表帶也有 也一起 有保護 從背面再拉開 它整個可以打開 我選的是 42毫米的 大表面 運動版 Apple Watch 銀色 機身 配上白色表帶 機身側面 這顆是數位表冠 可以把它當作 紅鍵來看待 下面這顆 可以當電源鍵 或是 叫出通訊錄 背面有4顆眼睛傳感器 然後 側面 有喇叭 麥克風 如果想要換錶帶的話 機身背面上下各有一個卡口 只要按住 就可以把錶帶拆下來 左右都可以裝回去 不一定要照那個順序 不一定要照那個順序 裡面一樣有神秘的接口 開口很小 用iPhone的SIM卡 這也插不進去 上面寫的Model number 是A1554 另外一邊一樣是寫 中國製造 Designed by Apple California 第一次使用 需要先跟iPhone配對同步資料 同步好了 紅鍵 手板舉起 它就會自動發亮 通訊錄